电影的首映式放到墓地举行 我来跟大家盘点几个国外恐怖片 宣发时候的离谱操作 大家看看他们有多能作妖 温子仁监制的修女 当时为了渲染诡秘的氛围 选择了伦敦西部的一个墓地举办首映式 时间是半夜 要不说搞恐怖片不容易呢 首映式剧组成员都得去 对吧 看来片方是决心先对自己人下手了 我就想采访下剧组啊 万一你请了500个人 放映结束后 听到1000多人的掌声杂整 前段时间上映的微笑 主打的那就是一种恐怖诡秘的笑容 宣发方决定来个病毒营销 雇佣了各种演员 跑到各种能露脸的场合 做出诡秘的微笑 有时候是在公园 有时候是在随机的体育比赛里 这夸张的笑容 自然登上了各种视频网站的热门 吸引了无数流量 不知道在诸多的宣传当中 有没有碰到脾气不好的大爷 起身就是一逼的 你笑屁啊 2010年最后一次驱魔上映 当时视频聊天刚刚兴起 剧组找了个大美女 跟大家视频连线聊天 先是通过聊天机起大家的兴趣 突然像变戏法似的 这眼前的大美女变成了恶魔的脸 然后展示电影的新海报 还得说国外人玩得开 这要是我 我得气得顺着网线爬过去 给你来个现场驱魔 2018年有个片挺玄乎 叫遗传厄运 细思极恐的那种 里面有个小女孩自己动手做玩具 那个玩具很诡秘 感兴趣的看原片 电影上映时 出品方随机的找地址 送出了一些小女孩做的诡秘玩具 上面写着 你会帮我好好的照顾这个娃娃吗 你能想到收到这东西的人有多发狂吗 小手回魂里有个红气球很抢眼对吧 上映的时候 剧组随机的把红色的气球绑在各种下水道口 女巫布莱尔上映的时候 因为是伪纪录片吗 片方开始时声称 这就是纪录片 里面的事都是真的 甚至发出对片中人物的寻人启示 有很多观众看完 甚至给这些虚拟人物的地址 邮寄去了慰问信 这时候就不得不说午夜凶灵了 当时片方制作了一个恶意网站 只要输入你朋友的邮箱和电话 他的邮箱就会收到一封邮件 当他点进去 那时他手机就会响起 里面有一个人说 几天 看了这么多的骚操作后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非常大胆 就是收到遗传厄运玩具那个人 有没有可能就是帮小丑回魂 往下水道口绑气球的那个呢 想到这种可能性 我就好受多了